旱向持续 日月潭水位持续下降 美丽的湖光山色全变了样 站在完全裸露的六角亭底下远望 潭岸周边已成了一大片草原泥滩 潭面上也只有零星的游艇在游湖 看到这边水 本来这么高的 所以你觉得呼吁民众应该 就应该要深水这样 缺水没办法 可是这个地方还是很美 为了顾及游客安全 日馆初四月起 关闭招务和悬光寺两座码头 一大少码头虽然还在维持营运 但是要走过陡鞋的便道 和长长的影桥才能搭船 近日游客人数锐减 我们的生意怎么样 生意是很差 现在的生意都是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把一大少的码头尽可能在家延长一些 我们做这个努力 就是希望我们的码头的营运 游客就游户船的营运 可以持续能够撑多久就撑多久 随着水位直直落 日月潭水库垃圾和淤泥问题依浮现 台电日馆处除了分区着手清除垃圾 台电也在近日委托厂商派机具 在日月潭水库进水口 大竹湖水域清除淤泥 现在在我们的水色码头这边 还有我们的大竹湖这边 也都有大型的机具加速来清淤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砂石 所以我们现在有大型的机具进场 我们希望观光客能够维持 下降了十多米的这个水位 使得观光客也减少了 那农业灌溉上面也这个失效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期待 赶快来降干凌 日月潭所在的渔池湘公所 六日联合全乡十三村 与招物码头共同举办联合起雨仪式 期盼上天能早日降干凌解汉象 同时呼吁大家共体时间节约用水 新桃人雅海电视肖正中林佩云 台湾南投采访报道